我姨妈说啊 第一次很贵的要值一百块耶 你有吗 你有吗 哼 你们要干嘛 花极少女就这样被三个男人强行扑倒 水尾拼命挣扎 一巴掌下来 她屈服了 在猥琐的笑声中 水尾丢掉了宝贵的第一次 她并没有伤心多久 因为在这个贫穷的年代 生存才是第一要紧的事 当时正值越战时期 美国大兵们奔赴战场时会途径香港 大多会在湾仔区区停留 为了解决他们的生理需求 大批情色场所迅速发展 酒吧女郎就是这儿的特色标志 就在离湾仔区区不远的渔村里 水尾与姑妈一家生活在渔船上 因姑父失去一条手臂 生活捉襟肘剑 眼看家里的日子越过越苦 姑妈让水尾和表妹去梦露那讨个生计 梦露出身风尘 在湾仔区一家酒吧混得不错 老板要她特意今天回村 给酒吧再带些年轻漂亮的姑娘 虽说她在湾仔区做着不太光彩的营生 但是贫苦年代 大家都笑评不笑娼 她被一帮妇女众星捧月地围了起来 妇女们争相八戒地想把自家女儿介绍给她认识 梦露犹如王一般挑选眼前的女孩们 她一共要选五个人 清秀的水尾入选了 表妹却落选了 为此她还闹起别扭 甚至不理水尾 于是水尾央求梦露 也带表妹一起去城里 梦露同意了 毕竟酒吧的生意好 多一个人也无所谓 就这样 花季少女们离开了渔村 踏上了未知的旅途 城里的洋人洋车是多么新奇 五光十色的酒吧更让她们惊叹不已 小姐们看到这群土包子 纷纷讥讽她们又黑又黄皮肤的皮肤 别到时候再把客人吓跑了 水尾看着这些可恶的女人 心想自己一定要做到最顶尖的小姐 让这些人不敢再嘲笑她 女孩们被分配给小玲玉调教 水尾对眼前人出口不逊 真好玩啊 没规矩 这便是小玲玉交给她们的第一件事 说话做事必须要守规矩 女人轻拉裙摆露出雪白眉腿 走起路来净显风骚 眼里带春勾人心魂 一旁的水尾健壮 有模有样地学起来 只是看起来像个蠢笨的大恶 家境贫穷的女孩们来到红灯区讨生计 她们嘴里含着葡萄不断吞吐 这是为了练习好英文方便伺候羊大兵 学得差不多 第三课就是梳妆打扮啊 抹上化妆品 换上色彩斑斓的新衣服 村姑们个个都变成了时髦大美女 练习结束 各凭本式揽生意的时候到了 水尾成为最出众的那一个 大兵们纷纷对这个颇有风情性感女人示好 而水尾却对长相帅气的吉米一见钟情 她向咖啡店的老板打听吉米的情况 原来 吉米的母亲原先也是酒吧的小姐 后来和一个美国大兵好上病怀孕了 后来父亲回到美国 她把吉米生下来后也一走了之 吉米就这样惨遭抛弃 小凌玉将其收留并抚养长大 却对她渐渐产生了男女之情 而后二人便发展成情侣关系 小凌玉更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女人靠近她 其实吉米并不喜欢小凌玉 觉得现在自己是受制于人 于是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父亲 希望父亲能够带她回到美国改变命运 了解了所有来龙去脉 水尾对吉米心生怜惜 她打算向她表白 可吉米浪迹情场多年 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于是水尾当场遭到吉米的拒绝 她只得用喝茶来缓解心中的难堪 谁知喝了一口却马上呕吐 她意识到自己怀孕了 梦露找到小凌玉商量对策 最后一致决定将水尾赶回渔村 这些话被躲在暗中的水尾听到 她早已习惯花天酒地的生活 不可能让自己再回到贫穷落后的老家 她一咬牙 将一根铁丝沾上特制药水 强忍剧痛自己动手把孩子解决了 随后水尾找到小凌玉 哀求她把自己留下来 同事天涯沦落人 小凌玉心软了 水尾成功地留下来了 之后的日子里 吉米终于被温柔似水的水尾打动了 他们开始背着小凌玉频繁约会 总而言之除了我爸爸之外 我最疼的就是你 OK 好景不长 吉米接到领事馆带来的消息 告诉她找到她的父亲了 恰巧这时小凌玉发现了她的情侣纹身 连忙追问那个女人是谁 再也受不了的吉姆提出分手 随后便赶去了领事馆 小凌玉气歇斯底里 她不甘心 发誓一定要找出第三者 养母爱上混血养子 养子却和自己手底下养的小姐私自定情 她怒气冲冲来到大厅 挨个检查小姐们的手臂 水尾气定神闲地亮出胸前的情侣纹身 主动坦白她和吉米的关系 为了爱情 水尾和师父小凌玉彻底闹翻 她带着表妹离开酒吧 水尾找到吉姆 她激动地抱住她 告诉她自己已经无处可去 然而对方却和她说自己已经找到父亲 很快就要搬去美国生活了 随后她要水尾去给小凌玉道歉 重新回酒吧上班 水尾自尊心很强 哪里肯做出低声下气的姿态 说什么都不肯回去 她们为此大吵一架 气急的水尾提出分手 就此二人一拍两散 得罪了小凌玉 想必是在湾仔区混不下去了 当夜 水尾和表妹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没有固定场所 她们便四处漂泊 哪里多活就去哪里 这期间她们招揽了许多命运相同的女孩 队伍越来越壮大 她们也越来越显眼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水尾用攒下来的钱租了一间房开店 利用门店提供特殊服务 谁知第一天就有人上门惹事 招牌砸了不说 还将水尾狠狠地打了一顿 她深知想要自保 必须要找到实力强劲的保护伞 水尾找上到实力强劲的英姐 她二话不说 一上来就开出了盈利五五分的条件 英姐看水尾诚意十足 俩人一拍即合 就这样 水尾主内英姐主外 没有多久 门店生意就彻底爆红 短短几年 当初那个从渔村走出来的小姑娘 成了人人都羡慕的水姐 水尾野心越来越大 她想去尖沙嘴开一家规模更大的夜总会 同英姐商量过后 没想到英姐也正有此意 于是夜总会很快开张了 在水尾不懈努力地精心经营下 夜总会尝紫花样多规模大 很快便声名远扬 来的客人也越来越高端 二人是赚得盆满播易 这天 水尾接到了好友电话 这才知道越南那边的仗打完了 没有美国兵的光顾湾仔区就没了生意 于是酒吧也早早破产关门了 小灵狱如今疾病缠身 连房租都付不起 念着最初小灵狱对她的提携 水尾回到了湾仔区看望她 此时的小灵狱卧病在床面容憔悴 她什么都没说 看到水尾后 只是请求水尾帮自己剪剪指甲 因为她连弯腰都做不到了 随后便胡言乱语几句 又浑浑噩噩地昏睡过去 看她落得如此下场 水尾内心百感交集 不久吉米从美国归来 此时她已经离婚有了孩子 她这次重回故乡 是为了重新选择一个合适的女人结婚 所有人都以为水尾终于苦尽甘癌 修成正果 于是众人聚会时 精心打扮一番的水尾内心很是忐忑 哪知吉米竟然看上了咖啡店的女员工 在众人甘大的目光下 不久后 吉米和女服务员结婚了 水尾站在旁边看着恩爱的二人 她最后一次对自己说 再也不要为男人伤心 好好搞钱才是正事 可添不遂人怨 她不知道已经有人盯上她了 当地的黑帮大佬派人砸场子 他们未必利诱英姐交出保护费 不肯屈服的英姐被人砍掉一只耳朵 失去了庇护 水尾的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 只要过得不如意的时候 她就会住进小玲玉的房间 用小玲玉的遭遇提醒自己诚心尽气 看到水尾混得越来越差 咖啡店的伙计和老板落井下石 谁知老板却无比坚定地说 电影以老板肯定和祝福的话语作为结尾 或许导演是想告诉我们 无论当下有多艰难 我们仍然还有明天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乌云中会散去 太阳中会升起 在黑暗中之中挣扎的你不要担心 即使没有太阳 我们还有角角明镜的月光 用心为您解说更多好电影 我是西施化电影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